幫我補燈一下 忘記了 Hello 大家好 今天晚上加班要跟大家直播分享的是 07年Camry 2.0 這台車今天要做的工作呢 是安裝KT道路版的避震器 這是原廠的後面 後面都已經拆下來了 這支應該是右後 右後原廠已經有老化了 有漏油的狀況 我來就安妮去裝 謝謝 然後立仔串呢 剛好也都壞掉 所以我們就把他都全部把它更新 後面的話已經裝好了 後面的話 這裡有電風扇 我先來介紹前面好了 你先用那裡 我先來介紹前面 前面的話呢 這是前面的 前面的已經拆下來了 KT的話 在Camry車上 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 像這樣的 BNC上座呢 都不需要再做延用 就直接拆下來 我們都有附上座 上座的話呢 在這裡 這裡有附上座 這個上座呢 是我們就附了上座之後 就不用再拆原來的上座來使用 這個是比較 對技師來說也比較方便 那在安裝上呢 也比較不會有爭議 所謂的爭議就是 萬一年份有了 上座也快壞掉了 那裝上去之後有問題 那到底是避震器的問題呢 還是上座的問題 就比較難釐清 這是前面的避震器 前面的話 今天要安裝的側高 大概是兩指幅左右 前面是配置7公斤 因為這台是2.0的 所以前面的彈簧公斤數 是配置7公斤 那側高的調整 等一下會大概兩指幅左右 所以Camry這台車呢 前後都是麥華城的懸吊系統 車高、調高跟調低的區間範圍 KT做得很廣 最高呢 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最低的話呢 要做一個小海拉風格 就是唱LAN的話呢 也都沒有問題 而且調整車高的話呢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是靠統身可調 所以調高跟調低的整體乘坐感覺的話呢 是都一樣的 不會有差異 那這裡有幾個地方 小細節的部分 這是ABS的感應線 這是油管固定架 所有的固定的位置呢 還有離仔串的部分 都是跟原廠的相對位置一樣 不用用任何的束線帶 都是專車專用的規格 這台車很圓 目前都還是原廠 那上座的部分 剛剛有介紹過了 KT的話呢 前面還有後面呢 都有附上座 這台是2.0的引擎 來看一下後面 後面好像也裝好了 後面的話 油管固定架 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的位置呢 都是跟原廠一樣的 離仔串的話呢 剛好都壞掉了 所以我們前後左右的四支離仔串呢 全部都把它拆換成新的 後面的彈簧呢 哇這個 CAMERY專用的規格 很大一圈 很大一圈 上面的孔徑呢 就可以符合原廠的孔徑 這條算是專用的規格 那後上座的部分 KT也有附上座 也有附上座 那這支廠場的呢 延伸出來的零件呢 就是可以從這邊 從這個接頭 這裡呢 就可以從這裡做軟硬的調整 所以後座呢 即使把它蓋回去之後 後座這個蓋回去之後 裝上去之後呢 也可以從小縫隙裡面 直接可以調整軟硬 可以調整阻鈴 所以這個是CAMERY專用的零件 就不用再拆椅背來調整軟硬了 像Tim的話呢 前幾天有幫一個車友解決問題 就是Tim的話呢 沒有附這個零件 所以我們的零件呢 是不能 是沒有辦法直接用在Tim上面 但是可以做 我們也有做稍微修改之後呢 就可以 裝在Tim上面 就不用再拆 這麼多的東西 就可以調整阻鈴 這是CAMERY OK的齁 前面夾好了可以上台 那來介紹一下用料好了齁 用料就好像是在放露營袋 每次都裝 每次都講一樣的齁 裡面的主尼 是義大利IP進口的主尼友 是一整桶進口的主尼友 並不是授權來台灣盒裝的齁 是裡面主尼友的部分 那油封的部分呢 所選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所有的零件選用量呢 都是用得很不錯 這台是6代2.0 Camry 這次也有改意願 意願大燈 因為等一下齁 還要再做定位 所以今天的直播呢 會稍微比較短一點 輪胎的規格呢 目前都還是原廠的 2155-17 那車主有預計要升級 18吋的 OK因為等一下要趕去定位齁 現在時間比較晚 所以今天的直播分享呢 會比較短一點齁 有車友們齁 有問題的話呢 再可以跟我們的小編聯絡齁 6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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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ry 2.0 這後面的部分 超大捲彈簧 專用的彈簧 舒適的 CAMRY的7-7代為止齁 都還是維持前後賣滑成 但在目前最新的8代 8代齁 就已經懸吊已經改了齁 好 OK那已經差不多了齁 等一下要上台 所以今天的直播會比較短一點 2.0 OK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齁